金曲歌王荒山亮演唱台湾歌谣大师叶俊宁的歌曲 歌声透彻感动全场 这也是10月9号下午5点半开始到晚上9点半为止 以民主台湾自信前行为主题 在机冬港C4号码头举办的国庆晚会机冬场上 所要表演的内容之一 国庆晚会机冬场记者会特地选在 机冬势力文化中心一楼大厅举行 国庆庆酬会主委也是立法院长游锡坤 以及乔委会委员长彭正元 特地带领筹备委员们到机冬和机冬市长林又昌 共同举办记者会 包括立法委员蔡适应 机冬市国策顾问以及多位市议员们都亲自出席参加 一起向各界宣布国庆晚会机冬场的精彩内容 也希望让全世界可以回国 以及没有办法回国的乔胞们 都能看见国庆晚会精彩内容和机冬市的进步以及改变 机冬市台湾的国家门户 过去也是台湾面对航向海洋跟国际的重要的窗口 在这几年由于中央政府的一个支持 就是蔡总统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来相助 让机冬市得以脱胎换骨 推动非常多项的重大的工程 除了我们在地的年轻团队会来演出之外 我们也特别来安排邀请了这个国际级的我们机冬之光的艺术家跟团队来进行演出 包括刚刚讲的我们向大师致敬我们的 叶俊宁老师的这个快智人口的这些歌曲的一个改编 让他有新的时代的意义 另外我们的国际级的大提琴家 我们张正洁老师 也将跟我们国际级的演艺团队 幽人神鼓来合作 我想当天我们还特别安排了 这个邮轮停泊在港边 跟大家一起共度国庆的晚会 我相信在港口边的一个感觉 其实更不一样 特别让海外乔包无法回来的朋友 能够有机会共同来欣赏 以及了解我们基隆的进步 及今天当时的晚会 所以我们会透过乔武电子报来做直播 让全世界的乔包都能看到 我们基隆的进步 以及我们的国庆晚会 这几年来 这个基隆市在不管是在文创 官官或者基础建设方面 都大改变 所以说在这段会的改变 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在这边我要特别肯定六常市长 他的用心 他真的让基隆市改变 改变了一个新的面貌出来 所以这次国庆晚会在基隆市 国庆晚会跟基隆市来连结 可以让基隆市的特色 让这次的国庆 国庆晚会能够更有看脱 我们希望这次国庆晚会 在基隆市能够表现 以往更有特色更丰富 那是不是这样 那就要借这个机会 邀请全体国人 就是我们台湾的全国人 有机会 19号一定要到基隆来 来参与我们的国庆晚会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国庆晚会的筹备进程 也一度受到拖延 不过庆筹会还是克服困难 并且选择其中一场 在基隆市西岸四号码头举行 欢迎基隆市民一起参加 一起启动 民主台湾自信前行 庆筹会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预估今年从全世界回国侨胞 大约有1500位左右 国庆晚会内容一定精彩可齐 并且鼓励侨胞们来基隆观光 将特别安排到和平岛 以及海科馆两地参观 领略基隆的美食和美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